一期一期徐洪廷 动算动算徐洪廷 台北市议员徐洪廷 背上候选人彩带 收下豪彩头和在地包种茶 在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 新北市长候选人胡友宜 基隆市长候选人谢国良 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站台下 邀请市民朋友支持他连任 持续为民服务 徐洪廷已经他一开始 我们就出来就很支持他了 这个年轻打拼的年轻人 从基层每个都有跑 所以我们就是本着爱护本地的心 支持继续为我们大安文山 继续打拼奋斗 上一任他也是 我们都一直在支持他 就是要建设什么的话 我们提出来 希望他可以达成我们的一些 因为我们的有一些捷运 什么都有一些建设 要不然就是那个围绕的 都需要他来帮忙来支持 因为他真的是做得很好 我们希望他一直连任再连任这样子 因为他年轻有为 真的我们需要这种人才 我想今天再一次看到满满的人潮 表示徐洪廷议员 过去这几年来 对于地方的服务 是做得如此的扎实 如此得到相亲的肯定 所以这一次 我们要再一次用手中的选票 让徐洪廷继续留在台北市议会 而且不只让他连任 一定要让他高票连任 大家说好不好 其实洪廷议员他是一位对于地方 同时对于产业非常了解的年轻优秀的议员 过去几次我跟他在互动聊天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洪廷议员不只是大家所知道 他曾经在优卡公司服务过 他其实对很多产业的发展 最新的趋势 科技的这些发展方向 他非常了解 也很关心 所以他可以把这些趋势 落实在很多的市政上面 比如说 他也争取到了 我们公共停车场 电动车车牌的优先辨识 他也争取我们动保 专线1959 在今年12月 就要正式的上路 他同时也很关心我们地方上面 不管是都市更新的速度 对长辈的照顾等等 其实都看到洪廷议员积极奔走 为乡亲争取建设的身影 所以万安今天来 我要跟所有的乡亲讲 徐红廷议员 他不只是 大家可以在媒体 电视上 网路上 而且他非常的灵活 他很有想法 他是真正 我们年轻一辈 非常优秀 可以掌握趋势的好议员 今天大家都问我一句话 是要你来听西洪廷议员 我说很简单嘛 西洪廷是大文山地区 认真打拼 认真几个人给他去 他做了有够好 做了他说我没有 好 做了这么好的乡丸 你看看新店市 景美市 大文山 文山区 有没有包括我们家新店 有吗 甚至包括我们的深坑石店屋来 平民都是在一个大文山区 吃鸡丁客水的 所以我常说文山区好 新北好 包括我们的基隆的谢国良好 我们都会共好 大家说对不对 对 各位我请教一下 宏廷这四年 做了有好吗 好 我知道宏廷 是一个很认真 很打拼的议员 对于我们台北市政的咨询 是不遗余力 对于我们地方的服务 也是非常关心 我看到他认真打拼 一步一脚印 把他的工作做好做满 这里认真 这么打拼的少年议员 也是我们的好兄弟 我们继续听下去 大家说好吗 好 未来我们最优秀的台北市长蒋欢安 需要我们最优秀的徐宏廷连任 来帮助我们的市长 一起实现我们的政见 大家说好不好 好 各位好朋友 这一次我们在台北市 提名蒋欢安 在新北市提名侯友宜 在我们的基隆市有谢国良 在我们的桃园市有张善政 这每一位都是实实在在做事情 都是忠道理性稳健物实的候选人 我相信他们就是代表所有民众要支持国民党 让我们国民党这一次在北台湾这四个县市通通能够大胜好不好 好 让我们的议员候选人全力打好不好 好 让最认真努力 我们的徐宏廷高标连任好不好 好 我看到人非常的多 这个是造的非常的成功 就代表徐宏廷 基层实力雄厚 他在议会的表现 深获大家的肯定 你们说对不对 对 我们今天来这里就是支持徐宏廷 希望他能够连任成功 连任顺利 你们说对不对 对 徐宏廷是一名战将 在议会的表现可圈可点 而且他常常上媒体 上电视的争论节目 替国民党讲话 替中文民国讲话 是一名道道弟弟的战将 你们说对不对 对 文山区在地里长们也纷纷齐聚 木炸中春庙的造势活动助阵 热闹的气氛令现场每个人心中澎湃激昂 今天风和日丽参加的人很踊跃 希望我们预言高票当年台北市议员连任成功 徐宏廷就在文山 在这个地方上服务板板不错的 就是我们今天要给他加油打气 徐宏廷议员过去八年来的问证赢得许多明星 今年持续拼连任 和台北市议员王鸿威 陈炳甫 吴志刚 劝梅沙 期盼串联成优秀直询团队 为民监督政府予争取权益 记者文君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